哈喽我是Amy 哈喽我是北美第二帅小余悦 OK我们今天吃臭豆腐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吧 等会你刚刚说你是北美第二帅 请问北美第一帅是谁 北美第一帅就是屏幕前的观众你知道吧 是不是第二帅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是北美第一帅 行行行行 你今天这个衣服是骑那个机车过来的吗 对啊 我就是机车的 怎么 你好机车啊你 我们今天要探的这个臭豆腐摊就在法拉圣 莫莉奶白奶茶店的旁边 这味道有点上头你闻到没有 闻到了闻到了确实很正 走 走 看了我们那儿都要 什么酱油 蜜质酱油 那这个呢 哦这个是不辣的 老板你来这些细细变好 很棒好棒 那边还开个下滑 对 下次可以来试试这个虾滑 大老远就闻到这个味 我就放这个 老多人都闻到味儿乖了 是的 一边一天的话能卖多少份吃 卖多少份吃 吃份 那还不错 很久没有吃到这种 色味的 臭的好 这个肉不难进口 不难进口 对 可以 可以可以 老板你这个每天看的时间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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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11点 刚好11点 这条街算是法拉盛这边的夜宵街吗 那样是吗 嗯 可以 我感觉这就是臭豆腐一条街 哈哈 三家臭豆腐 哈哈哈 确实 体验一下你的蜜薯酱料 都要啊 嗯都要 这个是榨菜还是萝卜干 萝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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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画面真美 谢谢老板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这个臭豆腐了 你看满满的一大碗 我们也选了两个不同的酱 一个是不辣的还有辣的 我们现在赶紧来尝一下这个辣的 我觉得这个个头还是挺大的 豆腐会干 哈哈哈哈哈哈 嗯 有点烫啊 他很脆 非常他炸的非常的脆 你知道吗 太大一口 我觉得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多 对 我特别喜欢老板的这个蜜薯酱料 确实 刚刚炸好也是很脆 建议大家买了之后立马吃掉 不要等 等到这味道就不一样了 嗯 他这个臭味非常浓郁 对 老板说他是从国内长沙 他烹饪过来的那个臭的不配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嗯 你要试一下这个辣的 试一个不辣的 你平时能吃辣的吗 我可以的啊 我武汉人 然后武汉人能吃辣的 哈哈哈 这就是不辣的 辣的 我喜欢这个不辣的 不辣的蒜香味很足 嗯 我也怎么说 这个辣的是那种 呃干辣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偏甜辣口 但是不是特别甜 只有一丢丢甜味 嗯还是有点小辣 很好吃 然后这个价格呢 是十刀一份 里面总共有十个 因为我是常客啊 哈哈他已经去了六次了 对七次了吧 对对对 这是第七次我去买抽豆腐了 所以老板给我多送了一个 哈哈哈不要羡慕我啊 哈哈哈 这老板人挺好的老板之前说他是在西安开的店加盟的黑色经典嗯 对然后现在来这边开我觉得他是有真的开店经验的那种就整个他做的特别干净然后很规整的那种吃的一室的 句话是真的句话是发出完了 他上面是萝卜干吗 对 老板说他算萝卜干 但是不用榨菜的原因是因为榨菜的味道会盖过这个抽豆腐的味道感觉是一个对美食特别有主体 不错研究的一个人他感觉对抽豆腐很有见解 嗯 最后一个啦朋友们 超盘啊 我们现在来评个分吗 我给4.2分 你觉得哪里就是还可以给我长进呢老板我觉得主要是性价比因为这一份抽豆腐是十刀 然后里面是十个当然老板人挺好四楼的一个如果性价比可以更高一点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就脆度呀臭味还有酱汁来说都是很不错的 ok 那那我也给个评分给个4.5 因为因为我是老客户嘛 然后其中扣分就是扣在就是 呃性价比可能不是那么高因为一刀一个嘛还是还是还是有点那个经济要求 但是但是味道酱汁脆度啊还有配料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后我们给出他的最终品分是3分对对真的是非常好吃一个臭豆腐 然后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里面还有更多想看的想让我们探的店或者想推荐给我们吃的店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一一满足各位 可以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频道然后给这个视频点赞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yeah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